上期我们讲到 离塞留基的两艘战略舰 扛住了英国人的打击 幸存了下来 但是让法国官兵更加愤怒的是 在英军第二次进攻达卡尔时 戴高勒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 也协助了英国人的行动 在戴高勒乘坐小艇进港 试图束缚法军加入盟军时 愤怒的法军用炮弹问候了他们 自由法国的军队试图在达卡尔登陆时 也遭到了当地法军的攻击 达卡尔战斗结束后 当地法军与英国自由法国的关系 急剧恶化 在以后的时间里 离塞留号一直保持中立的状态 既不加入盟军 也不导向德国 就这样过了两年多 1942年11月8日凌晨 英美联军在埃斯尼豪威尔的指挥下 开始了著名的火炬行动 同时从卡萨布兰卡 奥兰阿尔吉尔一带登陆 目的是夺取法国的北非殖民地 并以此为根军地 进攻北非的德裔联军 以前表现的非常平静的战巴尔号 在此刻突然爆发 当卡萨布兰卡海岸的法军炮台 发现盟军的登陆部队后 率先开火 只安装了一座炮塔的让巴尔号 随即也用主炮攻击登陆的盟军舰艇 这时负责掩护登陆部队的 美国南达卡塔级战略舰马萨驻载号 和两艘重巡洋舰 向让巴尔号发起攻击 让巴尔号先后被马萨驻载号 命中6枚406毫米炮弹 第一枚炮弹命中水平甲板 连续战斗两层水平装甲之后 在副炮弹药库中爆炸 由于弹药库中没有存放弹药 让巴尔号幸运的躲过了一截 第二枚炮弹命中水下箭手部分 导致箭手传科发生变形 第三枚炮弹命中烟囱 第四枚炮弹击中了码头的边缘 并反弹到了让巴尔号 但是炮弹被主装甲弹开 第五枚炮弹命中1号主炮塔 炮弹被主装甲弹开并解体 虽然没有发生爆炸 但引起了装甲变形并卡住了主炮塔 导致炮塔无法震动 因此让巴尔号不得不停止了射击 第六枚炮弹和第五枚是同一轮骑射 同样以极偏的角度命中2号主炮塔 炮弹同样被装甲弹开并解体 部分炮弹残片被弹开后 一路穿过娱乐室和士官室 导致让巴尔号副舰长丧生 由于让巴尔号停止了射击 附近的商船也被击中起火燃烧 马萨驻载号以为让巴尔号发生爆炸 失去了战斗力 于是撤离战场 然而让巴尔号上的主炮炮塔 很快被损管人员修复 并在11月10日再度向盟军开火 盟军奥古斯塔号中旋将舰 险些被炮弹命中 这次盟军派出轰炸机 对让巴尔号进行空袭 让巴尔号被两枚227公斤炸弹命中 一枚炸开了舰手 一枚炸飞了右舰飞机残射器 并引起大火 再加上此前挤发炮弹的伤害 导致让巴尔号舰体大量进水 坐沉在港口 盟军很快占领了卡萨布兰卡 让巴尔号被废弃在港口 结束了气在二战的生涯 而在达卡尔的离塞流号战略界 则面临着尴尬的境地 1942年12月 法蜀西非殖民地总督与盟军谈办后 同意加入盟军阵营 这个决定让离塞流号的官兵陷入两难 一方面 他们由于厌恶英国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 不想加入盟军 另一方面 也不想加入轴心国 最后在美国的调节下 1942年底 自由法国与离塞流号的官兵达成和解 名义上 由美国将离塞流号买下 在美国修好后 投入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 战后再归还法国政府 1943年1月16日 离塞流号抵达纽约 对舰上设备进行大修 原先装备的水上飞机弹射器和机库被拆除 舰上的高炮与高射机枪 被换装为盟军的伯夫斯高炮和厄力孔速射炮 原来的主炮 副炮和大口径高炮则继续保留 由于离塞流号的主炮 此前发生过炸糖 于是 把让巴尔号上的主炮和一些锅炉 移到了离塞流号上替换 美国海军 没有装备380毫米主炮的战略舰 最后不得不为离塞流号 特制了一批380毫米炮弹 接受现代化改装后的离塞流号 终于得以满血付出 法国政府想对让巴尔号 以按照离塞流号的方式在美国完工 但是 由于美国没有零部舰 自己的舰艇又需要赶攻 拒绝了法国的要求 在美国完成大秀后 离塞流号重返战场 同时也开启了其漂泊的生涯 美国人并没有按照约定 让他们加入太平洋舰队 而是选择让离塞流号加入英国舰队 一直讨厌英国人的法国官兵 最后还是无奈的选择和英国人做朋友 离塞流号穿越大西洋来到了凯比尔港 然后前往英国加入了英国本土舰队 1943年11月14日 离塞流号到达斯卡帕湾 在这里离塞流号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当时停靠在港口的 还有乔治武士号 约克共爵号和豪号等三艘乔治武士级战略舰 后来安森号 纳尔逊号和刚永号 也从地中海加入本土舰队 由于德国的沙恩霍斯特战略巡洋舰 在北角海战中被击沉 而提尔皮斯号此刻又成了北宅 德国大型水面舰艇 基本上停止了在北方航线的出击 于是本土舰队的战略舰们 无所事事的几个月之后 英国人决定主动出击 引诱提尔皮斯号出动 1944年2月10日 离塞流号、安森号和豹诺号航母 一起驶离斯卡帕湾 希望通过攻击挪威斯塔特地区的 德军船只来引出提尔皮斯号 然后鱼以击沉 2月11日黎明 10架塑鱼式轰炸机 在10架海火式战斗机的掩护下 从暴怒号上起飞 攻击德军的货船 虽然击沉了一艘德军货船 击伤了一艘维修船 但是提尔皮斯号 依然归缩在港内不为所动 由于此时 欧洲战场已经不需要这么多战略舰 于是1944年3月15日 离塞流号在英国补给后 通过塑鱼式运河进入印度洋 到达英国远东舰队驻地廷克马里 主要任务是为舰队提供防空 以及炮轰日军的防御攻势 在远东舰队 离塞流号参与了一系列对日军的攻击 4月19日 轰炸马六甲海峡门户围岛 5月17日 袭击了爪瓦岛 四水的日军海军基地和石油炼化基地 6月21日 作为护航船只 隋航母袭击了安德曼群岛的布莱尔港 1944年9月6日 离塞流号起程前往阿尔基尔 并于10月1日 由阿尔基尔抵达法国土伦港 经过4年多的漂泊 离塞流号终于又回到了法国本土 当自由法国的战士 在巴黎进行凯旋门阅兵时 自由法国的战舰 也在土伦港进行了壮观的越舰仪式 当强大的离塞流号 缓缓开进土伦港时 受到了法国人的狂热欢迎 离塞流号成为自由法国的海上标志 法国复国庆典结束后 离塞流号重新返回印度洋作战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投降 离塞流号在新加坡参加了 盟军的受降仪式 战后的离塞流号 作为法国海军的象征 一直回到50年代 而让巴尔号 在1945年8月 驶离卡萨布兰卡 前往法国色保 1946年3月 被移动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轮订阅 转发 庐 themselves 不吝点赞... 他一直 self便 只要事情 在氏上 替 s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